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成功很难忘的一天 不能忘记那掌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满足我的很开心的一天 谢谢 所以那是你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天 非常的好 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你讲这故事 你首先的时候你说你到吉隆坡去旅行 大家会先吓一跳 那作文老师应该有到吉隆坡去旅行 但是接下来呢 你的故事是有画面的 大家也会有这个想象的空间 非常好 谢谢你 谢谢 相机是我的另一半 所以我喜欢拍照 我希望把每一次美好的回忆都拍下来 因为我不想错过任何的点点滴滴 我也喜欢自拍 拍下自己每一天不一样的心情 因为我认为照片笔文字 更能迅速地表达出来 请你抽出你的问题 之前有没有做准备 为这个环节 有 有哈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所以你今天抽到的问题是 假如我是一个明星 假如我是一位明星 你有45秒钟的时间 准备好了吗 Trisley 准备好了 好 3 2 1 开始 假如我是一个明星 我会尽力做得最好 不管是在演艺方面 才是歌唱方面 我会以身作则 然后 因为当了一个明星 是一个大众的 一个很 就是 是一个大众的榜样 所以我会做好我自己的榜样 不管是在私生活呢 才是在面对大众 我会以身作则 然后 当了一个大明星 我也不会忘了我的父母 一直栽培我 还有我的朋友 我觉得迁徙很重要 是我会继续的努力 好 谢谢Tracy 时间到 谢谢 那刚刚你在讲解的时候呢 我看到 Jack啊 Duckwin啊 她皱着眉头 好 这是第一次 遇到我们的Tracy 那我想讲的就是 Tracy应该是进步了很多 一开始的时候来面试 她是没有办法 完整的讲出一个句子 今天呢 看得出你的进步 那虽然呢 真的是还是有紧张感在 但是你很聪明 你选择了一些比较精简的句子 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嘛 好 做得非常的好 谢谢 佛拉图城说 没有反省的生命 是没有意义的生命 忙忙碌碌了一整天 我喜欢在公园安静的思考 以整理一天忙碌的心情 让头脑的思绪清晰 我相信只有了解内心真正的我 才能散发与众不同的气质 Karina你好 你好 那刚刚Tracy我很担心 但是你呢 我反而呢 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记得在第一回合的面试 你是用这个绕口令去呈现的嘛 所以相反的 那我对你的期望非常的高 你应该也要有很好的水准 压力很大 来抽出你的题目 OK 运动的乐趣 OK 45秒钟开始 运动的乐趣 其实运动是一件 对身体健康很好的东西 对于这个题目 对我来讲 我平常已经是一个 一动一径的人 所以我平常都有一直去 爬山啦 游泳啦 这些都对我的 好像身体的感觉 机能很好 所以我平常都有去爬山 爬山能帮助我 促进血缘循环 还有练气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在运动的时候 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促进我们彼此的交流 所以我很粗 希望大家能够 好像多多运动 然后身体才能够保持健康 OK 那杰萨卡里纳 那你是非常的镇定的 虽然你脑袋里面 刚刚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空白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的主题是运动的乐趣 那虽然你是说到最后 只说到一个乐趣 那就是说你可以认识一些朋友 但是整个条理是有的 思路还是清晰的 但是如果说要符合我们的主题 应该还差了一点点 不过表达能力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自小就遗传 巴巴艺术细胞的我 唱歌和跳舞 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排练的地方 都会在自己的房里 这让我感觉最舒适 因为我的性格 就像我名字的读音一样 真经不怕红如火 心里的一团火 会让我不怕困难 继续努力的向梦想迈进 欢迎雷红 你好 评审好 大家好 请你抽出你的问题 所以你抽到的问题是 塑胶袋的旅行计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有45秒钟的时间 计时开始 塑胶袋的旅行计 塑胶袋是一个 是一个环保的一个 袋子这样子 它可以装很多东西 然后 它的旅行 就是 这是一个制数哦 你要以一个塑胶袋 去讲故事哦 我是一个塑胶袋 好 我是一个塑胶袋 那我的用途 真的是非常的多 因为我可以让人家 有很方便的用途 比如 就是 可以装很多东西 让大家很方便 到超级市场 人人都要用到我 然后 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帮助到 很多很多的人 那 身为塑胶袋 我希望呢 我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可以帮到更加多的朋友 更加多的人 谢谢 谢谢 时间够了哈 很可惜 这是一个比较有想象空间的 一个制数 那就是说 我是一个塑胶袋 我出生在哪里 我的编号是009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说故事 但是 刚刚我们 陪你讲的这个故事 好像是有点偏离我们的主题了 不过 看得出你的这个尝试 谢谢你 谢谢 身为一位 请你抽出你的问题 喜欢写作吗 喜欢 但是不是中文的了吗 是 英文 希望也有一点 马来文 希望也有一点帮助 好 你的题目是 我最敬佩的人 深呼吸 3 2 1 开始 其实我最敬佩的人 是我婆婆 虽然她是很老 她已经过去生 但是她是一个 虽然她不是在21世纪生的 但是她是一个很现代的 一个人 她会教我们 如何煮一些 很传统的小菜 她会教我们 其实食物是可以很开心的 所以我的婆婆 就会愿着食物 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我记得她跟我说 食物就好像我们女生 很甜的 就好像一些巧克力 就可以带给我们开心 好像一个很开心的女生 酸辣的 就可以带给我们 一个优优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我婆婆 我很佩服她 是一位一位 很好的婆婆 虽然婆婆很开心 她是传统的 谢谢 哇 这个问题你之前知道的 有啊 没有啊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流 这么顺畅的 其实我很害怕的 你很害怕 我看着窗 其实你有少少震的 但是你的表达能力 是非常之好的 这个内容是非常之温馨的 谢谢 令人会真的想起 真是婆婆 真的对我们的生命中 是很重要的 家人都是这样的 OK 谢谢 你做得非常之好啊 Gail 舞蹈是我生命中 无法割舍的部分 小时候在幼儿园的 第一支表演 是印度舞 中学 参加了现代舞协会 大学则加入了街舞队 如果我在 Astro的舞台上 表现得足够好 也希望观众们 可以给我热烈的掌声 因为你们的肯定 会更加激发 我的自信 Megan你好 请你抽出你的问题 所以你今天的问题是 我的梦想 你有45秒钟的时间 深呼吸 准备好了吗 321开始 当我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象 有一天 我可能会是一个明星 有一天 我可能是一个歌星 或者是主持人 可是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就慢慢地觉得 更踏实 更务实了 我觉得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这个年轻的岁月 一直都是在追求知识 所以呢 我就跑到大老远的浙江大学 去追求了我的生物科技的 学士学位 然后呢 我是非常地想成为一个 营养学家 我的梦想就是向大家宣传 健康的观念 健康的饮食观念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著名的 营养学家 然后带给大家正确的信息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借助我这些 就是营养学的知识 可以就是给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朋友们知道 怎么样保养 我们的皮肤 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样子呢 好 谢谢 我要摆出这个姿势 因为我真的觉得呢 你真的一个易血清廉 所以你的书是没有白读的 谢谢你 谢谢美根 谢谢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狼女人 虽然指甲和脚趾 只不过是占了我们身体的小小部分 却可以看出女人对美的执着 身为美姐的我 更加重视指甲和脚趾的护理 手持护理 不再放松我的身心 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位女人 都可以活得精彩 OK 来到十号的明依 请你抽出你的问题啦 你的做问题是 校车的字数 45秒 OK 从现在开始 校车的字数 其实小学的时候我也坐校车 其实很简单的 每个人就知道校车就是一个 橙色的嘛 而且我的也是一样 也是橙色咯 其实我觉得校车呢 它有很多功用 记忆呢 因为我离我的学校比较 我的家离学校比较远 校车的字数呢 我再跟你讲一下 校车的字数就是 你自己是一家校车 一辆校车 You are the school bus OK OK 如果我是一个校车呢 我很希望我不要做橙色 我想我是粉红色的 因为每一个车都是 都是橙色 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当做 一个粉红色的校车 而且我希望我的 我可以一直 去带我的学生 而且如果我的工作就是要载学生嘛 所以我很希望 我可以每次的开开心心的载我的学生去学校 OK 好 虽然最后很努力 然后讲得非常的快 但是有一点点 可惜啦 那我们讲的是 你自己是一部校车 但是 也知道老闆评判 虽然 Jack又是皱了一下眉头 每次都被我抓到你 但是呢 还是有就是让大家知道 其实你希望自己是一台粉红色的校车 好谢谢你 谢谢 谢谢